就是有人出海没回来 就要请三公过来表演 我爸爸一定会回来 电影《害神兽》 由新瑞导演池家庆指导 《爪拉影星》 梁彩妮 李李仁 以及白润英主演 故事背景在一座台湾渔村 陶海人爸爸经常向儿子阿吉诉说 小时候在森林遇到神兽的故事 阿吉对此深信不疑 但有一天爸爸出海后 却不再回来 伤心了阿吉想起故事里的神兽 他决定去寻找神兽 拜托他把爸带回来 霹雳不带戏全新电影作品《素环珍》 由霹雳当家黄昌华 黄文泽兄弟共同打造 电影以霹雳不带戏中 风靡30多年的经典英雄角色 素环珍为主角 描述素环珍在成为侠义英雄前 出入武林所遭遇的一切 让戏迷看到不同以往的素环珍 电影大手笔打造实景拍摄 并结合3D特效 音乐也邀请国内外大师操刀 希望让进戏院的观众 有最棒的欢迎体验 台湾四五年级生的童年回忆 诸葛色狼的冒险故事将登上大荧幕 台湾国宝及漫画家 叶红甲的原创作品《诸葛色狼》 在儿子叶伽隆努力下 后时三年将漫画改编成为3D动画电影 在电影中诸葛色狼将再度 对上死对头魔鬼党 为了抢夺宝剑与拯救公主 一行人深入贼窟 展开斗志又斗力的大战 创作才子周星哲与影坛 跟欣欣李牧携手主演 《校园爱情》电影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改编在网路疯传的真实爱情故事 描述一位吃货女孩 每天负责为闺蜜吃掉学长送来的爱心早餐 吃了学长一整年的早餐 也因此与学长混熟 甚至发展出疫苗之外的感情 是学长给你好朋友的 庄舍送来报导 她最后一定会很幸福